日本的日经亚洲已经披露一个消息说 王沪宁在三月份之后 接任政协主席 他会负责制定对台的新的战略 可能会提出取代一国两制的新的论述 那您认为就是在北京 他把祖国统一作为一个红线的基础上 有新的论述是不是有实际的意义 我觉得中国的所谓的对台政策 是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政策的决定过程里面 是位阶最高的 原则性最强的 不会轻易的变动 那么会变动的大概就是一些的做法上的问题 那但是呢 不管对台工作是如何的重要 台湾问题是对中国来讲意义是多么的强烈 但是呢 任何一个国家他都要考虑到 施政的优先税序问题 对于中国来讲 当前最严重的问题 不是所谓的台湾问题 而是中国的经济问题 特别是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问题 那么去年毕业的将近一千万的大学生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就业 但是眼看着新的毕业生又有一千多万人 即将毕业投入社会 那么他们的工作在哪里 还有就是说 在目前这个大陆整个的经济环境 这个变差之后 很多这个农民工想要到城里打工 他都没有工作 那么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所以在12月8号 去年12月8号 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 就是研讨2023年中共的主要工作 那个时候他决定两个主要工作 一个主要工作就是要搞好经济的问题 要力求稳定 第二个工作就是所谓的继续的反贪腐 而且特别强调说不但打老虎 对于所谓的苍蝇一般的小的贪腐也要打 因为在这一次的中共防疫过程里面 有很多所谓的大白 所谓的街道办事处甚至于社区的一些的管理人员 他们根本也不算是多大的一个干部 但是他们借机利用他们手上的权势 一样的对于老百姓进行各种的压榨 甚至于获取金钱的利益 所以这些问题反而比所谓的大老虎 对于人民的感受更为强烈 因为他们是直接的 大老虎固然贪得很大 但是跟一般老百姓没有这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也是目前中国所要做的主要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这主要工作里面 所以在二十大的报告 或者习近平新年的这个贺词里面 对于台湾问题琢磨不多 琢磨不多的原因也是在于说 目前的国际形势之下 中国所能做的改变可能也非常有限 所以黄老师是认为 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好 或者其他内政方方面面有很多危机 所以您认为它在台海问题上 不会过于激进是吗 是的 因为你看他现在 刘鹤去参加这个论坛的时候 他也在放话 都希望中国经济即将会有大幅的改善 会大幅的上扬 也欢迎说外资能够重新回到中国 那么中国在这个 这表示说 这个是他当前最主要工作 我们回顾一下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九二共识 九二年不只是中国希望改善 跟台湾的关系 中国同时也改善跟越南的关系 跟他周边国家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九一年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危机 中国的外汇存底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一个最低的状况 所以当他遇到这样的危机的时候 他就要寻求外在环境的 一个和平的环境 就像当年邓小平要改革开放的时候一样 所以我觉得 目前中共既然以经济问题作为主要的工作 那么他相对的 他要营造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 如果在这个时候 他在台海又搞个军演 那不是翻尺头砸他自己的脚吗 你说他真的能敢说 直接把台湾的所谓的海岸线 或者说在领海基线 直接侵犯吗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以我过去在国防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 任何只要中共的飞机或军舰 越过了我们的这个基线的话 不把他击落的话 这个上至国防部长乃至于三军统帅 可能都坐不穩他的位置 而且对军方的相关人员 他面临的是军阀的问责 所以没有这个一点 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中共也了解这一点 所以他只是一些的网民大V 什么的在放话 真正的中国官方 你看他这段时间 跟上一次比 中国官方的发言是谨慎低调的许多 那黄介正教授 您同意黄鹏孝老师的这个说法吗 就是中国大陆习近平 他会因为内政的原因 会放缓对台湾的腔调 然后让王沪宁和国台办主任送到一起 制定一个新的 以统战为主的对台政策吗 中国大陆面临经济问题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也都是这个烫手山芋 南肯的硬骨头 都要去面对的 那么但是在对台工作 或者是战略部署上面 目前我们看到就是习近平 王沪宁 王毅到宋涛 这四个人一条线来做 那么王沪宁是三朝国师 而且是唯一从学者 然后走到这个不经过地方的首长 或者是国务院的这种历练 直接变成党和国家领导人 那么又在这一次二十大的时候 并没有出局 那么所以在他继续留在常委会里面的 这个角度又担任政协 那么基本上这个台港澳事务 就还有海外这个桥物等等 都落在他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跟范围里面 那么我们都晓得他除了三朝国师 从这个设计这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到胡锦涛科学发展观 到现在习近平的这个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 那么所以王沪宁基本上是一个 搞顶层设计的一个高手 那么我们也晓得 在这个2019年1月2号 这个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 习近平致此讲话里面 提到两制台湾方案以后 那么同样的中国大陆 也发表了第三个对台的白皮书 那么二十大的报告也有所琢磨 那么现在一个更新的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变成顶层设计的 叫做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 那么这个总体方略 基本上我们现在还看不出 它实质的内容有哪些 这可能就是王沪宁要做的功课 那么也因为如此 所以台湾不能够老是在停留 拒绝批评 反对两制台湾方案的这个阶层 反而台湾应该要有自己 在新世纪去处理两岸关系的 整体方略 那么以顶层来对中国大陆的顶层 那么才可能维系海峡两岸 在解决两岸政治分歧的过程当中的 对等地位 那么这些都是 尤其2023年台湾又是碰到大选 那么又必须要会碰触外交国防两岸 等等问题 这些我想今年会让今年的 整个台湾的竞选过程当中 有关的相关论述都会特别引起大家注意的主要原因 是 中国未来会对台湾有什么新论述 我们会拭目以待 但您刚才也提到 台湾会不会有新的论述 但我们看到从2020年大选 国民党败选之后 一直没有就九二共识 这个论述有什么更新 或者推出新的论述 但您觉得面对2024年大选的话 那在野党是否会有一个新的 结合新的国际形势的变化 有一个新的两岸的视角和政策出台呢 我们国际周遭的形势 本来就是不断地在变动 所以即使我们讲的国际强权结构 或者是两岸关系 它也会随着这些在变动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为什么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不一样 因为一国两制是中国大陆片面提出来的 一个解决针对两岸统一以后 应该如何安排双边 或者是双方的关系的一个提法 但是九二共识 或者是讲1992年 到底不管我们叫它是共识 还是谅解 还是精神 它都不能够否认 这一个九二年是由海峡两岸的授权机关 在香港开始谈 最后透过由电往来 所达成的一个所谓 没有完全签字的一个双方的一个谅解 那么它的关键点在哪里 就是九二年它是双边的会谈 它不是片面单边提出来的一个建议 那么如果我们用简单逻辑来讲的话 一国两制是如果台湾跟大陆统一以后 中国大陆片面单方面希望维系的跟台湾的关系 而九二的这个谅解或是共识 是在海峡两岸解决政治分歧之前的一个对话基础 那么既然是由双边所达成的 那么如果要翻页 就必须是台湾和大陆一起来翻页 而并不是说今天两岸某一边自动翻页 或者是主动的去更换一个新的论述 就可以解决了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这个九二共识目前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文件里面 换句话说我还要再强调 就是如果认为九二共识应该要翻页的话 那必须是海峡两岸共同来翻页 因为片面的翻页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了解您的观点 那黄峰孝老师您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您觉得现在中共对于九二共识是否已经翻了叶了 已经打破了这种之前双方一起探讨九二共识的基础的基点 另外一个就是面对新的局势的话 您觉得台湾应该有怎么样的新论述 这个其实国民党朱立伦主席也讲得很明白 他说九二共识是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 既然是没有共识怎么能够叫做共识呢 那么后来习近平也非常单方面的来解释 他说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 这所谓的共识就是一个中国 我想在国民党原有的论述里面 他们是说一中各表 那么在说有一个各表 但是在中国方面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在文献上或者他们的口头上 曾经有像国民党那样提到所谓的各表 他的这个立场态度非常的鲜明 而且不可动摇的就是一个中国 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 坦白讲对于台湾各方面来讲 是很难接受的 那么而且我觉得共产党常讲一句话 叫做形势比人强 形势比人强 而且这个邓小平也常讲 他说这个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 就在美中关系 所以他也了解说 所谓的台湾问题 不是海峡两岸的问题 那么海峡两岸的问题 也许在1949年国共内战的时候 那个是海峡两岸问题 但是1950年这个6月 这个美国杜鲁门总统 派出第七舰队来协防台湾海峡 而且让两边都停止军事行动 强制和平的这个过程里面 美国的介入 因此的两岸的所谓的内战的格局 变成了一个美中之间的一个博弈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像北约的史托腾伯格 北约秘书长最近这几天在韩国跟日本访问 他也提到说这个中国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来威胁台湾 任何改变台湾现状的尝试都会对区域和全球造成严重后果 他是北约的秘书长 他为什么对台湾海峡 对台湾安全的问题 做出这么相当分量的一个发言呢 这也代表说现在的台海问题 固然不是两岸 也不仅是美中而已 而是一个全世界都关怀的问题 那么北约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显 他们对两岸问题不会做事 所以这些都影响到形势 这个形势不是说王富宁或者习近平能改变什么的 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觉得王富宁虽然是个点子王 但他过去所提出的一些点子 什么中国梦啊什么的 后来不是差点变成中国噩梦吗